为了拉近几名距离 台中市大城拍出所拍摄玄导片 影片中高兴远景大秀Breaking 而透过了这个镜头带领民众一窥远景执勤日常 像是在地美食精湛舞技 影片一上架便是引发了热烈回响 公庙前搭配轻快音乐双手撑起身体大跳Breaking舞蹈 但舞者不是一般人身上穿的是警察制服 跟着远景西京的舞步镜头来到柳川 这是大城分柱所拍摄的宣传影片 跳脱传统模式加入街舞元素 因为大部分警政宣导的影片都比较偏好自私一点 所以我想说看是不是没有字幕没有剧情的影片 然后去搭配我自己的一些专场 然后让整个警政的宣导影片不要那么的枯燥法味 所以才会用舞蹈就是街舞的方式来做呈现 影片中大秀舞技的就是这名高姓远景 他从国中开始接触街舞 宣传片中不断融合舞蹈专场 脚本发想拍摄制作也是出自他的双手 透过画面带民众一窥远景值班 巡逻路肩等各项日常 另外跟着镜头中区知名景点第二市场 中华路夜市各项小吃一览无遗 影片一上架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几位宣传景政工作 日前特地以拍摄短片的方式来行销 然后其中我们的高姓同仁非常的多彩多艺 他在影片中大秀舞技随着镜头的转换 让民众可以一窥我们远景执行的日常 以及我们辖区各个知名的景点 远景当起斜杠族金转5G成功抓住民众目光 用独特的方式宣传地方特色